三个义记上第25章第二节 在马云有个人吞的产业在加密 是一个大富户 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 他正在加密剪羊毛 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交代另外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是拿八 拿八在第二节 这是他最早出场的地方 这里是大富户 大富户 原文这个字 他有非常多的钱 当然现在我们所看的三千绵羊 一千山羊 不算是什么 但问题是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区域 已经代表了他非常有影响力 非常有钱 这个只不过是代表了他财富一部分 这部分是和大惠有丫头的 他有其他这些生意 他有其他这些产业 但在这里要留意 这里所提的这个人叫拿八 这个字是原文拿八 这个字就是愚昧人的意思 愚幻人的意思 就是有人会改自己的名字 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 是多么盲目 这个人是多么我行我素 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拿八 对不对 但是在圣经里面 第三节继续去说这个人的性格 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发生的背景 还有里面有个问题 因为原来在第三节里面 他说这个人 是光复凶恶的 这里是两个字 第一个字意思 就是说到这个人 他是非常之深硬 非常之横顾 但是凶恶这个字原文说到 他非常之不诚实 非常之不公平的意思 所以你看看这个人 又愚昧 又顽固 又不诚实 又诡诈的 亦又不公平的 但是相反于他 他就娶了个太太 叫亚比戴 这个亚比戴 就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角色 亚比戴在第三节里面 说他是一个 聪明尽美的妇人 就是说这个人 原来聪明这个字意思 非常之智慧 他拥有很多的明白 并且他做事的时候 他不是凭他的情绪 是凭他的逻辑 而他亦美丽的 这里讲到原来 这个女人 亚比戴 无论他的内在 和他的外在 都是美丽的 他是一个聪明 不是用他的情绪 做事的女人 但是同样 他在当时来说 他也是一个美人 当然第三个角色 就是大卫 大卫在这件事件的身份 其实他就一直 真是义务的 去保护这一帮人 保护这个喇叭 就是他们这些 牧羊的这些手下 因为实际上 原来喇叭的仆人 他怎样去见证 大卫所做的事呢 因为喇叭的仆人 最后是对亚比戴 说大卫是一个什么人 我们上去看看 第25章第14节 有拿八的一个巫人 告诉拿八的妻 亚比戴说 大卫从抗野打法事者来 问我主人的安主人 他欲骂他们 但是那些人 代我们甚好 我们在田野 与他们来往的时候 没有受他们的欺负 也未曾失落什么 我们在他们那里 牧羊的时候 他们昼夜 作我们的保障 你会看到很明显 就连下八的这些巫人 就是有眼看了 他看到就是说 这些人真的与别不同 第一就是说 大卫真的很管得住这六百个人 这六百个人是不会偷东西 是很诚实 而并且就是说 他们牧羊去到这些草原的地方 是大卫附近的时候 如果有人想偷你的东西 或者攻击他们 大卫甚至义务去保护他们 所以情况下 我们看见就是 大卫做了他自己做的工作 而实际上 就如我所说 这个已经是当时代的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因为大卫当他 成为那个地区的 义务警察的时候 当他剪阳务的时候 他们其实应该打赏他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喇叭就是典型一个 自私自利的一个愚昧人 在他来说 他做任何事 他都不会想着亿人 也不想着祝福人 他只是为了自己 世界上其实有些 是自私自利的人 但是我心里知道 有些自私自利的人 严重到 是不单止不祝福人 在他心里觉得 最好别人去受害 去益买他 而喇叭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而我们将要见到 喇叭会受到他当得的报应 就是传说中的48小时审判 三个义记上第25章 第二节 在马云 有个人 大力产业在家 是一个大富户 有三千绵羊 一千山羊 他正在家 物 剪阳舞 三千山羊 三千山羊 三千山羊